在陕西西安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在西安随便一产子下去 都有可能挖出古董文物 其实西安有着世界四大古都之一的称号 绝非浪得虚名 毕竟西安历史上 曾先后有西州 秦 西汉 新朝 东汉 西晋 前兆 前秦 后秦 西魏 北州 隋 唐 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 现如今西安地下有很多古墓 一产子下去 可能就会发现一位王侯将相的墓 所以在西安经常会出现挖出文物的新闻 古墓的数量也是数不胜数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一下 因一部电视剧火了的人物 他的墓葬竟然是天子级别的 这就是神圆河战国秦陵园遗址 2005年 工人们在西安市的南郊 一个叫神河园的高地上 正在紧张的施工 没想到的是 在这里发现了一座秦陵遗址 墓道东西长约135米 南北宽约110米 考古人员在陪葬坑中 发现了六匹马甲的马车 从陪葬的规模上来看 这属于太子级别的大墓 因为过去等级僧严 只有天子驾六 在我国 目前只有在洛阳东周王林 湖北九连郭战国古墓群内 和这里发现了天子驾六 可见墓主地位之显赫 根据考古专家的介绍 神河园大墓陪葬坑 均遭到了严重的倒扰并焚毁 但是考古人员还是在墓坑中 发现了大量残留的马骨遗骸 及马车配件 而且专家还在一些墓坑中 发现了许多真情易受的骨骸 有熊 羊 鸟 猿 豹等 由此专家判断墓主生前喜欢打猎 所以死后专门设置动物陪葬坑 另外 大墓中还出土的金银器 玉器 铜器 以及一些珍贵的文物 通过对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勘验 在出土的马具等文物上 首次发现刻有59年 左舅等重要文字 而这一位研究该陵墓时代 及主人提供的新的资料 至此 专家们认为这座大墓 很可能是先秦时期 清朝相亡的母亲 即宣太后芈月陵墓 在考古发掘中 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这座墓葬 竟然是一座独立林墓 要知道 在当时理法森严的封建社会 女人永远是男人的附属品 即便是贵为太后死后 也要与丈夫合葬 史料记载 宣太后本名芈月 出身楚国王族 但是因生母身份卑微 她并不像电视剧中的那样 深得父亲的喜爱 在芈月十四岁的时候 楚国与后期之秀秦国 进行政治联姻 而秦国的后宫分为八个等级 依次是王后 夫人 美人 良人 八子 妻子 长使和少使 而秦桧文王 只封给芈月八子的称号 史称芈八子 其中 考古人员在对四号陵园 一座亚字形的大墓发掘过程中 意外在麦田之下 清理出了三排二十一个 大小相同的神秘圆坑 而拥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 是等级最高的 只有帝王才能使用 据史料记载 宣太后芈月是秦桧王的妃子 秦武王举顶死后 年幼的秦昭湘王继位 宣太后以太后之位 执掌秦国军政大权 以此推断 宣太后在秦国历史上地位非凡 为自己修建一座帝王级别的大墓 应该很正常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河南挖出元绍大将文丑墓 揭开一个千年谜团 都说乱世出英雄 五国古代历代分分合合 但要说哪一时期英雄辈出 那非三国时期莫属了 三国争霸 英雄鼎立 直到今天 世人对三国时期的英雄 还怀着无比崇高的敬意 不仅修缮他们的墓血 还为他们建立纪念碑和纪念词 以此来表达对英雄们的敬意 随着国家土地的不断利用和开发 许多三国时期人物的墓血 也被一一发掘出来 而三国大将文丑墓的发掘 则给众多专家带来了惊喜 文丑是三国时期 袁绍手下的一名大将 他威名远扬 为袁绍立下了赫赫战功 深受袁绍的喜爱和重用 他不仅将徐黄打败过 还与赫赫有名的赵云 多次打成平手 他擅长带兵作战 冲锋陷阵 同时其单打独斗的能力 更是远胜他人 文丑是用一刀一枪 为自己赢得了猛将的威名 然而 再厉害的将士 也会有前马尸体的一天 在严禁攻打曹操的时候 不幸战死 痛失爱将的袁绍伤心不已 于是将文丑厚葬 以此表达对文丑的尊重 虽然文丑战死在严禁 但是却葬在了 河南渝州的一个村庄里 这个村名叫寨子家 若到这里寻访文丑墓穴 村民们会热心的指路带路 将大家带到一个大土堆面前 而这个土堆正是文丑的墓穴 千年以来 这位千古流民的猛将 就在这个土堆下面长眠 这个村子 几乎到处都能看到 以文丑命名的街道和建筑物 据说 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文丑的后代 当年文丑的子孙在此定居 并且将文丑埋葬于此处 还为其修建了纪念祠和纪念碑 多年来 还要举办活动 以此纪念仙人 债子甲文丑墓穴的发现 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而关于文丑墓穴 也有着很多的传说 比如说 在民国的一个夏天 当地遇到了罕见的暴雨 水位线不断的上涨 村子里大多的地方 都被水给淹没了 只有文丑墓没有被淹没 因此 这里也成为了许多村民 避雨的好去处 等到雨过天晴 村民们都自发的组织 修缮文丑墓 因为他们认定了 就是文丑在冥冥之中 保护着他们 关于文丑墓穴 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于是 在发现了文丑墓穴后 专家们特地到墓穴里走了一趟 希望能够发现 有意义 有价值的历史线索 而古墓也的确没有让他们失望 这一趟文丑墓穴的挖掘之旅 截破了一个流传千年的传说 在当地 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 传说文丑墓穴曾经有盗墓贼的光骨 盗墓贼在墓中发现了许多财宝 欣喜不宜之际 却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人手 这个人手把盗墓贼吓得魂飞魄散 夺路而逃 正是因为这个传说 才让许多盗墓贼对文丑墓进而远之 不过当专家们在挖掘墓穴的过程中 并没有发现盗洞 因此可以推断盗墓贼未曾来过文丑墓 而关于墓中有巨大的人手一说 那更是无中生有 正是专家们的这一次发掘 才让更多的人更加全面的了解文丑 以及揭开了环绕在文丑墓穴身上的神秘传说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雷锋塔下真有白蛇吗 专家进入地宫 隐藏千年的秘密被揭开 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中 法海和尚骗许仙至金山 白娘子水曼金山救许仙 被法海震在雷锋塔下 故事经过数百年的传送 人们都习以为常 认为雷锋塔下面镇压着白素珍 那么事实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幸运的是考古专家最终给出答案 从古至今 雷锋塔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 见证了无数个朝代的根点 最终雷锋塔还是抵抗不住岁月的侵蚀 尤其是在北宋时期 曾遭受过雷劈 导致雷锋塔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在明朝的时候 尾寇到处作乱 曾闯入了杭州城 杀伤掠夺 甚至放火烧了雷锋塔 等到大火之后 雷锋塔并没有倒塌 只剩下了一些断笔残垣 后来 雷锋塔又被人们重新修建了起来 之后到了清末明初的时候 人们迷信一种说法 认为雷锋塔上面的砖泥可以辟邪 女人喝下砖磨成的粉末 就可以生个男孩 后来很多的人都去雷锋塔拆砖头 在1924年的一个雷雨之夜 经历了千年的雷锋塔倒塌了 雷锋塔倒塌之后 人们震惊地发现 雷锋塔底下存在一个地宫 认为这是白娘子存在的依据 于是大多数的人们纷纷地来到雷锋塔下面 烧香起伏 雷锋塔倒塌后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议论 各界人士一直期盼重建这座著名古塔 直到2001年3月份 杭州市决定对倒塌的雷锋塔重新修建 让现代人能够目睹这一座远近文明的宝塔 开工之前 考古人员先对雷锋塔的地宫 进行了清理和发掘 虽然没有找到传说中白娘子的尸首 但是在下面确实发现了一窝白蛇 于是很多迷信的人们 说塔下的蛇是白娘子的化身 专家在这个地宫中发现了很多的宝物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件阿玉王塔 这下雷锋塔隐藏千年的秘密终于被揭开了 原来和白娘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是一座普通的佛塔而已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